是内贼 王掌柜 这妇人的东西 有时候靠锁 是锁不住的 差爷爷啊 我哪知道 什么猴腰啊 但是啊 有不少人说 在半夜里 看到那大猴子 在河里捞月了 王掌柜您也信这些啊 什么信不信的 反正那道神符 也就只要五文钱 五文钱 那我也贴贴 哪有卖呢 您要 您要我这儿有啊 拿去用就是了 不不不 王掌柜 那怎么好意思呢 区区小事 合作管事 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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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呃 呃 呃 啊 说正事 说正事 您一共丢失了 二十三件首饰 对着呢 东西锁在卧室的柜子里 当晚夫妇两个睡下之后 并未听见任何声音 但一早醒来就发现 锁已经被砸开了 东西也没了 是 这也太奇怪了 街坊死林 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吗 您家隔壁住的是 西边住的是 是沐齐航的卢掌柜他们一家子 那东边呢 是个秀才 跟他娘一块儿住 姓陶 陶秀才 陶惠文 听说您的房和卢掌柜的房 之前都是陶家的 但是因为陶秀才 陶惠文败家 结果把房产都卖了 陶秀才呢 人 是个好人 陶秀才 可就是好赌个秋星 逗蟋蟀 平日您和陶秀才来往得多吗 您是 怀疑陶秀才啊 不能不能啊 陶秀才就是个文文弱弱的 白面书生 长得跟个姑娘似的 别说入室行歉了 想是那墙头她都爬不上去 王掌柜 您啊 我是说您啊 平日会经常查看那些首饰吗 那些个 都是富人的东西 我哪会平日里去查看呀 我说个离体知识 王掌柜 我听邻居说 陶秀才经常出入您家吧 嗯 帐篷哪儿 掌柜的 帐篷哪儿 掌柜的 王掌柜 您看看这只凤头金钗 是不是您家丢的 按纵上写 吊了个珠子没配上 后来配了个石榴石 这柴 您从何处寻来的 天顺当铺啊 就在您家附近 陶秀才当的 包括之前您家 师姐的那些首饰 也在那个当铺 也是陶秀才这大半年 陆陆续续当的 当然 我也不相信陶秀才能翻得了那个墙头 我姑且认为 她是从您家正门进去的 所以这个案子啊 是内贼 王掌柜 这负人的东西 有时候靠锁 是锁不住的 我不够了 陈彦 我是说 我不够了 我扯案 王掌柜 我特别明白你的意思 家丑不能外扬 可咱这衙门离啊 不是您想立就立 想撤就撤的 特别是这种案子 它是个秀才 就算您真想撤 您也得有供词 说清楚前因后果 之后我还得拿了 尊夫人和陶秀才 隔了她的功名 如果您不追究 他们也可以从轻发落 我扯案你求着 扯案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扯案 我又是沈阳芳的 是我爱了她 王掌柜 您先起来 您有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扯案 我就是想帮帮她 可是 更我又怕让我自家的婆娘知道 这铺子 这铺子是她娘家开的 我不能让她知道 前两天她说要回娘家住两天 我就知道她一定会戴这些首饰 这不就穿帮了吗 我扯案 方掌柜 您是说这些首饰 是您给陶秀才 是我给的 是我给的 您和陶秀才 是朋友 您先起来 是 这个案子我就当什么都没有查到 是 别跪 别 别跪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忙不是白帮的 你给我买点止血生机的 金疮药就行 我给您买最好的 多买点 买五个人的